大王 你走不走 大王还在对刚刚的那群猪 念念不忘的 现在要到山上去摘白酒果 大王 走 上次我上山的时候没有带大王 然后评论区很多伙伴在说 大王走不了太久的路 开玩笑 我们家大王可是从小在山里长大的狗 前面有一群小猪 大王 这边 好了 跑了 应该是快要生小宅宅了 过来 我摸一下 过来嘛 摸一下 大王又在撒尿 大王还在对刚刚的那群猪 念念不忘的 大王 你走不走 我走咯 我往前走它就会跟上来 来了 以前我们小的时候 在这个季节山里面的这种果子就特别多 你们吃过吗这个白酒果 特别甜 特别甜 有点像草莓的味道 又比草莓要 酒味要浓一点 我知道摘了 我知道摘了这么多 大王 完蛋了 我们家大王看到下面有个水池 大王 别客 完蛋了 完蛋了 大王 这傻狗真的是 不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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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过来 不理你了 我走了 我真走咯 他都不理我了 现在 过来不打你 过来 他现在有点害怕我 你去哪儿 你去哪儿 大王 他可能看到羊了 还是看到什么东西 大王 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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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回来快回来 大王 快回来 好了好了 不要讲 大王 那个是鸟 你怎么可能追得到 快点快点 回来回来回来 大王现在已经累的不行了 刚刚有一位老人牵着牛过去 他一下子就把那个牛给追跑了 你干嘛 你说在那个牛粪上面 你看到吗 又回到这个水池里面泡澡了 大王 你在泡澡等我啊 我现在准备往家走了 我们家那个傻狗 刚刚跟他说 我们家那个傻狗 刚刚跟他说 要回家 他就一个劲的往前跑 他就一个劲的往前跑 好了啊 我感觉等我回到家的时候 这堆白酒果也被我吃完 我们现在走了一大半了 快到家了 大王你等我一下嘛 走慢一点 上次我带大王去山上 摘那个黄果 刚好我们村里面有一家人在放牛 刚刚才把那个牛放出来 大王一下子把人家的牛都全部追到家里面去了 那个位置 就是我家 我们终于到家了 但是家里面都没人 爷爷奶奶在姑妈家还没有回来 我把刚刚摘的白酒果倒出来 还是有这么多 现在是晚上的八点多 我奶奶还有我叔叔他们都还没回来 我爷爷先回来了 这傻狗已经睡着了 阿公你找个字的白酒果 你试一下 还有这么多 我亲阿公 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你们有什么想看的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然后我陪你们看 拜拜 哈喽 Youtube的朋友们 我们又见面啦 谢谢你们一直喜欢我 一直喜欢我们家的大王 请持续关注我的频道 滇西小哥 希望你们天天开心 每天都有美食相伴 拜拜 拜拜 拜拜